众所周知,师尊是高危职业,刚成年的黑话风批黄女,闭门心思取老灯当王子妃,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心的女区? 红毛大叔意外穿越近小说,变成了中年大反派。 在小说里,原生表面上是主角黄太子的精神智子,私底下却是背叛主角的幕后黑手,最后行迹败露,被主角无情地抹杀掉了。 穿越而来的红毛大叔为了狗鸣,决定刷爆黄太子好感,经过他八年的不幸努力,终于在主角黄太子成年的当晚,获得了百分百的好感。 只等宴会结束,他就可以放心地向黄太子递交辞职,美好的养老生活在向他招手。 黄太子一看到大叔,脸上的笑容肉眼可见的灿烂,他向心爱的老师伸手发出邀请。 成年舞会上的第一祝,他要和生病中最重要的人一起度过,只要过了今晚他就成年了,那个追求多年的梦想终于能实现。 一曲结束,黄太子约大叔到外面的露台私聊,那里四下无人,是个求婚表白的好地方。 大叔刚好也觉得那里四下无人,是个递交辞职的好地方。 于是当他笑容满面地拿出辞职信,黄太子一脸天塌了的表情,他扯过辞职丝的粉碎。 这八年来,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如何独占老师,老师却只想逃离我了。 看来是平时对老师太温柔了,于是黄太子私下伪装,让红毛大叔彻底明白了他的心念。 大叔怎样都想不通,为什么刚成年的黄太子会这样对待自己,他都已经是四十岁的老灯,可黄太子却恶劣地擦掉他的眼泪。 就是因为老师这么爱哭,他才会忍不住欺负人,闹成现在这样,明明都是老师的错。 红毛大叔的思绪飘回了八年前他们的初语,那时大叔还是个帅气小人,黄太子也只是个臭脸问题而已。 第一次见面就嫌他年纪大嫌他长得丑,一言不合就让他哭,后来的日子也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。 要不是那件事,红毛大叔也没法进入黄太子的心。 十八岁小伙狂恋退休老灯,不是小伙吃不起,实在是老灯更有性价比。 红毛大叔意外穿越近期幻小说,成为黄太子的专职老师。 众所周知,世尊常年位列高危职业守卫,一次偷听事件让他闯进黄太子的内心。 因为先皇后英年早逝,皇帝为了巩固皇权很快就迎娶新后。 随着二皇子的诞生,皇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,朝臣们纷纷在背后嘲笑皇太子的顶不复时,却被门外的皇太子听个正正。 看着小孩孤单落寞的背影,红毛大叔瞬间赴爱上网,他推开门,大骂那群嚼舌根的大臣藐视黄权,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乱臣贼子。 吓得那伙人跪在地上连练磕头,自从母亲死后,再没有人这样维护过自己,可那群人说的没有错,自己对于帝国而言就只是多余的累赘。 等大叔知道讨好自己也得不到任何,他也会和其他人一样抛弃自己,年幼的皇太子自暴自弃地跑进花园,把自己缩成小小一团默默流泪,可没想到大叔竟追了回来,他用温暖的怀抱抚慰孤独的海,还单膝跪地向少年行君主领,他以家族名誉启示要帮少年登圣,他会为皇太子献出所有,永远忠诚绝不背叛。 就在此刻,红毛大叔走进了年少皇子的内心,他不仅教导皇太子制伯之道,还亲手训练他的武技,就连笼落朝臣培指挡羽也一手包办,红毛大叔就像少年皇太子的精神支柱,是照亮他会按童年的指路明灯。 在大叔身上,皇太子体会到了从未感受过的父爱,可不知从何时起,这股浓烈的爱意被独占一轻染,逐渐变了味,终于,在成年艳后,红毛大叔拿出辞呈的那一刻,皇子彻底废话,明明说好了永远忠诚绝不背叛,那你现在擅自退休又算什么?既然你承诺了要为我献出所有,那献出身体也是没问题的吧,老师不想教我也没有关系,那就换个工作继续待在我身边吧,以皇子妃的身份。 被修老灯发挥于热反港应聘皇子妃,万万没想到刚成年的皇子竟对他情根深重,而这样的疯忌嫩草居然还有两个。 第二天一早,红毛大叔一脸猛逼的从豪华大床上醒来,他做噩梦了,他居然梦见自己养大的小皇子,和他探讨退休后继任皇子妃的事情,可一脸甜蜜笑容的小皇子已现身,大叔更加傻眼,难道这不是梦吗?这不是疯求了吗?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吗?这是奇形的爱啊,你就不怕我把这件事告诉皇帝陛下吗? 风批皇子听了更风批了,他把红毛大叔所喉闻进枕空,老师在惹我生气这件事上还真是天赋异禀,我要不是先下手围墙,你早跑了,想告诉父王就去告吧,算中你不说我早晚也会去说的,我要在全国民众的注目下,光明正大的迎娶你揍我的王子妃。 大叔被这个风批吓得都丢像素,捡起掉了满地的鸡皮疙瘩,他总算明白了,自己和这个神经病说不通话,好在他还有B计划,当时害怕皇太子不舍地放他走,他多准备了一份辞职书,一旦皇太子这条路走不通,就直接给皇家内务部递交辞成。 当大叔拿出辞职信,内务大臣一脸笑容地接受,顺利地好像在做梦,美好的退休生活在向他招手,真是可戏可合,可紧接着,内务大臣拿出了一份新的伪认状,原来皇太子在成年宴之前,就破格提升红毛大叔做自己的首席辅证官,原来自己所有的谋算都被太子殿下提前预判,自己被堵死了所有退,只能被他玩弄于鼓掌之间,是自己亲手把这孩子教的老谋身作,红毛大叔一时间不知该哭该笑,大叔升职的消息就像是长了翅膀,很快就传到了二皇子的儿 哥哥真讨厌,总是喜欢独占老师,明明老师以前也教过我的,哼,现在老师升职了,怎么也该过去祝贺一下 默默我的骗,就算红毛大叔四十一只花,也扛不住两颗风批嫩草轮流祸祸吧,大叔前脚刚接受风批二号的鲜花,后脚就被风批一号关进马车鞋剪压了,上回说道,皇太子早就料到红毛大叔想退休辞职,于是提前升职他为首席辅证官,宫内大臣听到这个消息,就好像是鲨鱼闻到血腥味,一个两个围着大叔道醒,大叔腰都要断了,还得强装笑脸应付这群溜须拍马的,不,这不是他想要的退休生活,在强行社交 四十分钟后,大叔终于叫到了湖湖里的马车,可就在这时,二皇子叫住了他,为了祝贺老师升职,他特意准备了庆贺花术,不过话说回来,这么一大树花,除了小厨局就是向日葵,颜色也是游走于橙色与绿色之间的第三种颜色,说二皇子不是故意的有名信吗,单纯的大叔还真信,在原著中,二皇子是主角皇太子的死,现在忽然送花过来,里面不愧是混了什么毒草,想直接堵死自己吧,二皇子壮死无意的问起,听说老师昨天喝醉酒,留宿在外边, 可为什么我不去找你却没见到我们呢,红毛大叔听到这话如遭雷击,难道他知道了什么,越是这种时候越是不能慌,撒谎只会让二皇子抓到了把柄,于是大叔强装镇定的回答,昨晚太子成年太高兴了,于是留他在内殿里竹夜谈,老师果然是哥哥无辱亲近之人了,二皇子还想继续试探,红毛大叔预定的马车终于到了,大叔松下一口气,告别了二皇子匆匆向马车走去,和这种狐狸一样狡猾的人过招,还真的是耗费心命,大叔现在就只想坐上马车,好好休息一 一会儿,可以开车门,就看见黄太子一脸悠闲的坐在里面,老师,我亲自送你回家,开心吗,大叔当场实话,慢慢留下两行宽面条类,没完了是吧,应付一个封批还不够,你俩这是准备轮番霍霍我呀,世界风球了,四十岁的老灯居然被分配了女主剧,还要被迫和两个黑话嫩曹总剧起,红毛大叔表示,你赶紧把退休金发给我,我要回家养老,上回说到,红毛大叔刚刚接受了二皇子的鲜花,一转头就看见黄太子坐在自家马车里,一脸纯真的要 送自己回家,大叔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,别别扭扭地坐进马车,黄太子眉骨头一样挨着他坐一遍,姿势娇羞又妖娃,我知道老师想跳过我,直接向内务主管递交辞呈,抱歉让你失望了,这份首席辅政官的委任状,是由皇帝陛下亲自下罚的,这样老师就能长长久久地留在我身边了,黄太子眼神冰冷地扫过二皇子送来的鲜花,听说今早有不少人过来给你报告,我讨厌老师把精力浪费在不相干的人身上,所以老师要接受惩罚,在马 马车绕城跑了三圈后,红毛大叔终于顺利回到了府邸,管家和女仆们站在门口迎接,管家说,一大早就有宫里传令官送来了赏赐,说是皇太子亲自准备的辅政官制服,红毛大叔一想到明天还要贴身服侍黄太子,顿时觉得人生无望,他游魂一样往屋里走,把二皇子送的花束遗落在车里,心细的管家连忙叫住大叔,问这束花要怎么处理,大叔一见这花,就想起皇太子拉着自己坐马车绕城,顿时觉得这花晦气得不得了,他命令管家丢了也好, 总之别让这花再出现在他面前,洗完澡,大叔走进书房拿出了命运之书,八年前他穿越而来,为了有备无患,就将原文小说里会发生的一些大事,记录在这个本子里,可奇怪的是,随着他书写的越多,剧情遗忘的速度就越快,以至于很多剧情大叔都想不起来了,此时此刻,大叔就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被他遗忘,究竟是什么事呢?对了,是女主啊,女主去哪了? 四十岁老灯冒领女主剧情,眼看就要被十八岁的王子强制走剧情了,为了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妖子,大叔决定,听死也要把女主贝拉米找回来,大叔记得在原文中,男女主相识于幼年一见钟情,在皇太子成年晚宴上重逢,男主感叹于女主的才华,提升他做了自己的辅政官,问题是现在这些剧情怎么多安到自己身上,为了把剧情掰回原位,大叔决定上天入地也要把失踪的女主找回来,第二天,大叔利用植物之便潜入了皇家当案团,那里收藏着居民信息 在原文中,女主依靠家里的关系,进入男爵府当女主,后来因为聪明伶俐,被男爵夫人收作异女,从剧情线发展来看,女主现在应该已经是男爵一女了,可为什么身为贵族小姐,却没能在皇家舞会露面呢,而且在男爵的家谱上也没有看到女主了,虽然一点重重,但好在有了追查的方向,大叔赶紧派管家去男爵府查证,结果管家竟带回意想不到的消息,男爵府从来没有说过异女,也不认识名叫贝拉米的女,管家不死心一路追查下去,终于让他胆了, 一户平民家的女儿名叫贝拉米,不过这孩子十年前就离家出走了,为了得到更多信息,大叔决定亲自去那户平民家调查,可眼下最困难的,竟然是向皇太子请假,皇太子一听说要一整天见不到老师,整个人瞬间黑化,在办公室里就拉着大叔一顿身体检查,大叔忍辱负重苦苦哀求,最后借口说自己年纪大了,必须按时体检才能长命百岁,封梯皇子这才放过大叔,他和大叔约定好,检查完身体也要乖乖在府里待着,不许离开皇城是他最后的底线, 大叔为了哄小孩,一口答应下来,第二天,大叔为了骗过封梯皇子,做戏做全套,还真的请了医生进府,可送走医生,他就偷偷从后门溜了出去,登上马车直奔女主妇女家,大叔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万无一事,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,他前脚刚溜走,后脚封梯皇子就去他家里探望去扑了空,老师不仅不遵守约定,还有秘密瞒着我,不诚实的人该怎么惩罚才好呢,一把年纪了,还要被刚成年的孩子用这种方式惩罚,自己以前怎么没发现, 这孩子是个风批控制狂呢,上回说道,大叔请病假偷偷溜出皇城,他要亲自到原文女主家,把崩到眉眼看的剧情扭回来,可没想到却从女主父母口中,听到了今天大秘密,女主贝拉米原本是一个温柔内向的孩子,却在十年前的某天忽然性情大变,他留下一封信,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财后就离家出走了,信里说着奇奇怪怪的话,总结起来就是,他从异世界穿越而来,借用了贝拉米的盒子,现在灵魂觉醒了,所以再见了妈妈今天我就要远航,他要肩负起穿越者, 游历整天大陆,成为史诗传颂的勇者,听到这个噩耗,大叔脑子都要炸了,现在好了,女主也被穿越者夺赦了,你一个言轻小白花女主,为什么要开启龙傲天赋本了,你去征服大陆了,那谁来牺牲自己,拯救风批黑化的男主啊,另一边,一整天没看见老师的男主,干什么都提不起急,他让秘书官推掉了当天所有的行程,买了老师最喜欢的甜点,准备去大叔家里探病给他一个惊喜,没想到却扑了个口,老师竟敢欺骗我,不遵守约定偷偷 跑出皇城,这么不乖的人应该怎么惩罚才好呢,于是当红毛大叔顶着大雨匆匆赶回家,府邸里空无一人,只有封批皇子独自立在大亭等他,老师好忙啊,让我等了一整天,看来你的病好了,这种好像被正式抓出鬼的危急了,把大叔吓得硬堂扒黑,封批皇子命令大叔洗好澡来楼上找他,当大叔卸下所有防备走到楼上,一场残酷的审讯正式开始,四十老汉被封批皇子缠上,黑化病娇嫩草公让你明白明白,什么是有血有肉的爱,上回说道, 红毛大叔为了追查原文女主的下落,假装生病骗取了一日假期,没想到被皇太子试过,被狠狠地惩罚一顿,皇子不停追问着大叔骗自己的原因,可大叔也有不得不隐瞒的谷状,于是这场审讯变成了残酷的拉锯战,最终,大叔不堪折磨,狠狠咬伤了皇太子,真是受够了,撒谎偷跑出去确实是他有错在先,他也愿意接受惩罚,干脆撤掉他首席辅官的职位好了,反正皇太子也不是真心爱他,为什么要这样折辱他呢,听了这句 这句话,疯狗太子瞬间更颠了,他扯住大叔的头发旁沫,大叔怎么能怀疑他的爱,这八年来,他时时刻刻都在期待快一点长大,锁过的每一天,都是他追赶着老师的正果,难道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吗,为什么大叔能这么狠,一次又一次的无视他的真心呢,了解原文走向的大叔却知道,这份爱原本就不属于他,他只是阴差阳错之下,冒领了女主剧本的反派人,他也想接受这孩子的心理,可一旦剧情回归正果,大叔又该如何自主,况且皇太子以后是要登基做皇帝的, 难道自己要成为他执政生涯上的污点吗,大叔还想继续劝,却被皇太子强行打断,如果老师执意不相信自己口头上的承诺,那他就用实际行动,做到老师相信为止,这是我见过年龄差最大的一对,两人足足相差25岁,可封批皇子表示,我偏要勉强,上次说到,老师瞒着皇太子去找女主,结果不仅女主没找到,还被皇太子抓包,狠狠惩罚了一整晚,等第二天醒来,皇太子已经偷偷溜回皇宫,临走前,他嘱咐管家, 处理好老师耳朵上的养伤,管家办事机灵又闻,他承诺一定会管教好福利的下人,不会让人乱嚼舌根,在原著里,管家虽然只是无足轻重的配角,可他洞察人心的能力十分出众,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好隐瞒的,老师也希望听听旁观者的建议,于是他就将皇太子追求自己的事,全盘告知给了管家,他和皇太子之间相隔太多的阻害, 25岁的年龄差,君臣有别的身份,还有女主那个不定时炸弹,最重要的是,老师觉得太子只是奴隽性,不把依赖当成爱情,可管家却说,两个人在一起,最重要的是相互之间的心意,你对皇太子是抱有何种感情呢?听到这话,老师陷入沉思,他确实应该先看清自己的心,第二天,老师听从传诏,开始贴身侍奉皇太子,皇子一见大叔来,瞬间满心满眼都是他,连忙把身边的副首席打发走了,这个副首席是季后的族亲, 应论起来,也算得上是太子的表,只是不知为什么,这人一直对老师怀有莫名的敌,临走前那阴森森的眼神,难道是在嫉妒吗?房间里只剩两人,太子不满地聊起老师的头发,他昨晚特意在耳朵上留下爱的记号,却被当作见不得人的脏东西一样遮盖起来,太子刚想发怒,却听老师说,下次别留在这么显眼的地方,要是被有心人看见了,对两人都很麻烦,皇太子欣喜落魄,还可以有下次吗?这么说老师接受自己吗? 可大叔接下来的话,却将他打入地狱,大叔对皇太子并没有超越师生的情感,他所追求的,一直都是摆脱小说设定的束缚,在异世界安稳地生存下去,如果皇太子还是强迫,他也无力拒绝,所以他答应让皇太子为所欲为,直到皇太子厌倦的那一天,只是到那时,希望太子能看在师生一场的情分上,放他自由,听了这话,皇太子却流出心碎的眼泪,他想要的根本不是这样的,老师果然一点都不懂他的心,老师和皇太子开始冷战, 副首席趁虚而入,开启了一系列针对老师的栽赃陷害,上回说道,老师答应认皇太子为所欲为,但前提条件是等太子命,要放他自由,原来自己一颗真心在老师眼里,就只是见色起义,心灰意冷的皇太子开始对老师必要不见,就连必要的晨会觐见机会,也被副首席夺走了,十天过去了,师生二人不合的传闻甚嚣尘上,宫里人都说,大叔年纪大身体弱,不能胜任首席之正观之职,现在已经遭太子殿下宴起了, 与此同时,大叔每天都会接到匿名的威胁性,他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巧合,所以幕后黑手到底是谁呢?副首席那张充满敌意的脸浮现在眼前,一定是他,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?身为季后的族亲,副首席的恶意让老师不得不多想,只是单纯嫉妒自己,还是想借此机会打击太子势力呢? 现在敌名我暗,老师决定暗兵不动,等对方先出招再伺机反杀,第二天一早,老师要为太子朝会准备发言稿,原本会议地点定在第二会客厅,可秘书忽然追上来,告知他会议地点临时变更,现在要马上到第三会客厅准备,老师虽然觉得意外,但时间紧迫不容他多想,只能匆匆往第三会客厅走去,可他在那里等了半个小时,也没见大臣前来觐见,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,当他拿起发言稿赶回第二会客厅,朝会已经开始了,大臣们像是受到某种指示, 全部把矛头对准老师,这种玩忽之手的人,根本不配做皇太子的首席执行官,皇太子不听大叔解释,他剥夺了大叔首席执行官的职位,并罚奉三个月,吃了这么大的亏,大叔第一时间就想调查清楚,他找来传假消息的秘书,可秘书也是受害者,有人伪造文书,故意混淆了会议室安排表,这么快就按捺不住了吗,既然对方先出手,那就别怪他以牙还牙了,为了抓出陷害自己的元凶,老师竟然选择和三皇子联手,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见,太子得知 这件事的表情了,上次说到,应遭到副首席的陷害,老师被太子殿下当面斥责,然而老师不会坐以待笔,知己知笔才能百战不待,他在脑海中分析起副首席的弱点,副首席出身季后的家族,是一个为血统论者,别说是平民百姓,就是首都不显赫的小贵族,他都觉得对方不配合自己说话,可他偏偏又出身旁之,比不上出身血统更高贵的三皇子,难以抑制的极度不甘时刻折磨着他,直到他遇见了更加完美的皇太子,他病态的爱� 不沉迷,哪怕是背叛家族,也要追随在皇太子身边,于是他假意答应季后,卧底做了太子的近视官,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完美无瑕的太子,竟然会无可救药地爱上四十多岁的老大,这样想来,副首席暗地陷害老师也就不奇怪了,老师决定直接把副首席约出来谈判,刚开始他还死不承认,相信自己的陷害天衣无缝,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,虽然那些恐吓性笔记做了伪装,可使用的墨水还是让他露相,仔细闻过,墨水里有一种淡淡的花香 全京城就只有季后的家子,可以使用这种等级的墨水,副首席还不死心,就算这样也不能证明就是他做了,这时老师拿出了第二份证据,那份通告会议地址更改的文书,上面有魔法药水涂抹过的痕迹,而这种涂改水,也只有季后的家产可以卖,老师追查到药水店铺,店铺老板已经招供,由不得副首席抵赖,该说果然只是季后的旁支吗,计谋手段也太拙劣了,可本家完全没法比,副首席背对的恼羞成怒,情急之下进步打自招,他大 喊着不可能,他的家臣不可能背叛他,他可是大贵子,老师不过是个土埋半截的老头子,他怎么可能会说,说着就嗷嗷叫着扑了上去,却被老师扭着胳膊按在桌子上,副首席遭受了智力和武力上的双重碾压,整个人就只剩下嘴还是硬了,老师直接给了他致命一击,三皇子,刚刚的话你都听到了吧,你们家族的旁支,竟公然陷害太子进尘,发生这种事,你不该给我一个说法吗? 皇太子还在赌气闹别扭,三皇子已经果断出手了,两个封批皇子,对老师的争夺越来越激烈,而我只想他们快点打起来,上回说到,老师寻求三皇子的帮助,让背后陷害自己的副首席原形毕露,三皇子命令家谱,将副首席抓回本家,不仅让他再也无法踏进皇宫一步,还要将他从祖谱中除名,点为最低等的数人,这对微血统论的副首席而言,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,处理好了副首席的事情,三皇子开始攻略老师,他轻轻抚上老师的 脸颊,刚刚副首席突然袭击你,真吓了我一条,要是让这么美的脸受伤,我可真是罪大恶极,老师淡定地扶开三皇子的手,只是小擦伤而已,不需要过分担心,三皇子并不气馁,他继续用甜言蜜语打动老师,能为您办事,是对我的奖赏,或许您都不记得了,小时候,我和哥哥比见,明明两人都受了伤,可您只会温柔地抱着哥哥,我只能羡慕地站在地上,真的好高兴啊,这次您没有选择哥哥,而是选择了我,其实按照身份立场而言,老师 老师知道,自己不应该和三皇子交往过密,但一方面太子对他避而不见,另一方面,老师想到书中一个重要节点,就是文中女主遭到京城贵女们的妒忌,当她被排挤大龄时,是三皇子出手相助,从此也开启了女主和男儿一连串的情感纠葛,现在既然自己顶替了女主的位置,为了不让世界线继续崩坏下去,必要的剧情老师就得顶上去了,见老师态度松动,三皇子乘胜追击,他邀请老师一起喝个下午茶,为副首席陷害老师的事道歉,反正哥哥已经停了老师的职 不再需要老师贴身侍奉,老师何不借此机会好好放松一下,看看别墅的好风景呢,三皇子刚刚才帮了自己大忙,贸然拒绝确实不合理数,老师拗不过,只能答应和三皇子一起做作,只是老师怎么也没想到,三皇子竟然把茶话会的地点,定在了季后的私家花园 黄太子终于知道,三皇子背后搞的那些小动作,他为爱冲锋,准备夺回老师,可老师这边却陷入纠结,似乎离开黄太子,投靠三皇子也是个不错的选择,上回说到,三皇子假借赔罪的名义,把老师骗到季后的私家花园,老师特别不想和季后有牵扯,这个女人就好像柴狗一样冷酷脚滑,她出身帝国第一世家,背后是盘根错节的贵族势力,在原书中,她是最大的幕后boss,连世界线的老师,就是因为选择与季后结盟,才� 导致了被斩首示众的结局,季后这次约自己密谈,到底有何目的呢?季后笑得一脸温柔,就好像普通母亲一样,说起了三皇子年幼时的糗事,他这个儿子,从小就只喜欢黏着老师,后来老师被专职指派给太子,三皇子还难过了好久,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,太子丝毫不顾念老师的教导之情,一点点小事就罚得这么狠,连他这个旁观者,都觉得过于冷酷了,可三皇子不同,他是个温柔又长情的好孩子,绝对干不出过河拆桥的事情,老师要不要考虑一下,到三皇子身边 做他的专职老师呢?所以书中关键节点又来了吗?到底要不要接受季后派的拉拢呢?按照老师的本心,他是坚定的太子党,本应果断地拒绝,可忽然他脑海中灵光一闪,如果他假意和三皇子结盟,是不是就可以逃离皇太子身边了?太子对他如此执着,都是因为他阴差阳错地顶替了女主的位置,如果他回到了反派的立场,世界线是不是就能掰直回来了呢?他可以先假意投靠,以后再找机会偷渡到国外,只要熬到太子顺利登机,故事就可以迎来大结局了,所以他可以先假意投靠,以后再 所以到底要不要投靠三皇子呢?另一边,皇太子在办公室郁闷成蘑菇,算起来,他已经一星期没见到老师了,他强迫自己听老师的话,努力变成一个公私分明的合格处境,可他一点都不开心,他只想像以前一样,每天溺在老师身边,就在这时,秘书传来急报,老师一周前的工作失误,是遭受了副首席的栽赃陷害,现在三皇子已经替老师主持了公道,自己竟然冤枉了老师,太子听到消息,立刻狂奔向老师的府邸,他要祈求老师的原谅,没想到,半路却被笑 面虎三皇子拦住去路 两个风批嫩草第一次正面对决,为了得到老师,两个学生阴暗纠缠的剧情,我可是太喜欢了,大家是压保英语偏执黄太子,还是口秘附件三皇子呢?话说回来,all in也不是不可以,上回说到,黄太子为爱冲锋,要找回老师向他道歉,没想到被三皇子躲在路上,堂堂太子在皇宫乱跑,老师平日里就是这么教导你一太的吗? 还是说,黄兄把最重要的东西弄丢了,愤怒的黄太子抓住三皇子的衣裂,把他抵在墙角,一定是你指使副首席陷害老师,是你故意引发我和老师的矛盾,三皇子却云淡风轻地隔开黄太子的时候,黄兄要是这么想,我也没有办法,可是黄兄,拒绝和老师见面的,不是你本人吗?逼得老师走投无路,不得不找我帮忙,真是太可怜了,把老师当作人偶一样,强迫他留在你身边,这么做,就能满足你可悲的控制欲了吗? 作为亲弟弟,我给你一个忠告,老师他是人,不是玩具,哥哥在像丧家之犬一样,紧咬着老师裤脚不放,终有一天会被老师无情地抛弃,到那时,你又得变回重叛亲离的弃子,真可怜了,不过你放心,帝国和老师我都会好好接手过来,两位皇子的第一场正面交锋,三皇子大获全胜,太子挫败不安,唯有马上见到老师,才能让他的情绪安定下来,于是他即刻派出骑士团长,将老师请入太子府,老师一路上想着,该如何向太子解释,可是哪怕他, 他预料到了太子会生气,也没想到那孩子能封成那样,皇太子不听任何解释,强硬地拉着老师的手,将他甩在沙发上,老师既然答应过留在我身边,那你的一切就都属于我,我绝不允许你半路离开,皇太子完全听不尽解释,动作也越来越过分,老师忍无可忍,一记断子绝孙脚,差点让帝国后继无人,太子终于老实了,就好像被抽了虾线一样缩在沙发上,老师气急败坏地整理皱巴巴的衣服,幼稚任性也要有个限定,一次又一次的强人所难 我辞职不干了总可以吧,一瞬间太子回想起三皇子的话,老师总有一天会抛弃你的,这么快,这个恶毒的诅咒就应验了吗?太子惶恐地抓住老师的衣袖,祈求他不要抛下自己,只要老师肯留下来,让他做什么都可以,老师抬眼一看,整个人愣住,已经大全在握的成年皇子,仿佛变回八年前那个可怜无助的孩子,大颗大颗的泪水夺框而出